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收看 LSF月刊2022年8月號 那這個月也一樣為各位看官 帶來SF這個月的大小事喔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影片錄製時間為 2022年8月29號 首先是舊式重提的部分喔 在上個月有推出水團的雙人BOX 主題是柴格力 那Ur是果男跟Ruby 那雖然是上個月推出了 但這個卡池會一直持續到8月31號 其實也算是時間快要到了啦 所以如果各位看官有興趣 但是還沒有抽的 請把握時間 再來是上個月推出的 星團的這個泳裝的特代聲 劍用卡池 那雖然是上個月推出的 不過他的PU會一直持續到 這個10月9號 那雖然之後也抽的到 但是這個PU畢竟機率有差嘛 所以各位看官如果還沒有抽 而且有興趣的話 請注意時間 再來是這個 上個月就有提到這個 新手入坑活動 那只要是在7月15號到9月15號的期間 有建立帳號的玩家 就可以拿到新手大禮包啊 那這個大禮包我們也有提到過 大概就是有這個 9張Ur自選券還有愛心 還有很多錢啊 肥料卡啊 素材之類的 所以各位看官有興趣想要入坑的話 請一定要把握這次的時間啦 好那再來就來講這個月新增的東西啊 首先第一個消息啊 這個SIF啊 雖然最近推出了一個新功能啊 那就是你可以在打完歌之後 直接跳過這個Live的結果啊 這個應該是可以開關的啊 開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跳過Live的結果 但你連續刷歌的時候 是可以省下不少時間的 但是這個功能呢 是SIF會員限定啊 所以各位看官 如果你有興趣想要追加這個功能 然後你又覺得買會員OK的話 你是可以購買會員的好不好 這個就是跟各位看官說一下啦 再來是SIF為了慶祝暑假 推出了一系列的免費抽 那只要這段時間呢 你有登入啊 打歌解課題啊 或者是發推特啊 你都可以拿到一些免費的抽卡券 那這些抽卡券呢 可以拿來抽特定的卡池哦 然後你是可以選Muse或是水團的哦 你就可以只選一團 然後只會除那團的卡片哦 那這個卡池呢 會一直持續到8月31號 8月31號以後沒抽的話呢 這些抽卡券呢 就非常有可能會直接作廢哦 就會蠻可惜的 所以各位看官如果還沒抽的話 記得把握時間來抽一下 再來是SIF慶祝暑假活動 猴野祭第二彈 首先要講的是這個SIF啊 又開了一個會員限定的卡池啊 那這個卡池呢 之前好像也有出過哦 就是可以抽到浮光的限定卡 我記得是週年的時候第一次出的啊 然後如果你有會員的話呢 現在又有機會可以抽啦 那如果你有會員的話 請特別注意 這個卡池只會持續到8月31號 想抽個看官請把握時間 那再來是在貼紙上面哦 又出了一系列的這個UR可以兌換哦 那他們都是用UF貼紙才能換的哦 那有一些是當期的卡片 就是你可能抽那個圈油印章 可以拿到一張UF貼紙 然後你要抽5次 也就是50次11點 你就可以拿到直接保底一張 也有一些是之前的限定卡哦 那現在直接在貼紙商店復刻 但是這個代價也是很高 也是應該5張UF貼紙哦 結果各位看官自己去貼紙商店看啊 那這個兌換期間呢 只會到9月5號 那如果想換了各位看官 請把握時間 那再來是SF為了慶祝暑假啊 推出了幾張這個限定UR 這個是限定成員的哦 目前呢之前有出過增肌跟離子嘛 然後這個月呢 推出了四位新成員哦 那就是小鳥、惠里、跟藥、跟花丸 那他們都是分別被發佈在 兩個各自的類似特代聲圈用的卡池 他是沒有底的 但是有圈用硬張 但是你要抽10次11點 才會拿到一張UF貼紙哦 所以也就是說他機率比較高 但是幾乎是沒有底的 除非你可以抽到50次11點哦 但我覺得在那之前 你會先抽到你想要的角色機率 應該也算是蠻高的哦 但是就是沒有底啊 我覺得會抽蠻多抽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特定某一隻的話 所以各位看官如果想抽的話 就自己加油啦 卡池會一直持續到9月5號 所以想抽的看官請把握時間 再來是2022年晚夏慶祝活動第一彈 那首先是這個Muse跟水團呢 之前有出過一次的 這個一系列的限定UR 現在又復刻啦 而且這一次呢是可以抽1000卡的 而且UR的機率高達10% 但是呢這個卡池呢是沒有底的 一樣有圈用硬張 一樣圈用硬張抽10次 只會有UF貼紙 所以光靠保底呢 那個是要抽非常非常多抽 但是呢這個UR的機率非常高 如果想抽的話 應該就是看能不能夠在中間 就先抽到自己想要啦 不過我也不知道要抽多少抽才能抽到 所以各位看官如果想抽的話就自己加油啦 卡池會一直持續到9月5號 想抽的各位看官請把握時間 那再來是LIVE應援活動 在8月20號到9月5號的期間 只要你有打歌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半乘以10倍的效果 所以想練半的各位看官可以趁這次的機會啦 那這邊有特別提醒喔 LIVE ARENA是吃不到這個BUFF 所以各位看官想練半的話就把握這次的機會啦 再來是2022年晚夏慶祝活動第二站 那首先呢是有登入獎勵喔 在8月26號到8月31號的期間 只要登入呢 你就可以得到愛心肥料卡還有藍券 那要特別注意的是 你要登入滿6天才有藍券喔 所以如果你是今天才登入的話 可能就會拿不到了喔 所以各位看官請特別注意啦 然後再來是SF為了慶祝暑假喔 雖然是在暑假的尾聲啊 有推出一系列的限定UR 那在MUSE推出的系列呢 是賽車女啦 我不知道這跟夏天有什麼關係啊 不過夏天很熱嘛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 然後水團的話是推出勇裝 我們先來講MUSE的部分喔 MUSE的話呢 第一個輪到的是二年生喔 已經過了 再來是一年生 那一年生呢這個一樣喔 有分成無常心抽一般UR 有常心抽千卡PU加倍池 那要特別注意的是這個 無常心抽一般UR的BOX呢 它是不可以重置的 所以如果說一年生裡面 你想要抽兩個以上 你可能第二張你就要抽 有常心的BOX 或是PU加倍池啊 這個要特別注意喔 那水團的話也是同理喔 水團的話呢是推出勇裝喔 第一個輪到二年生嘛已經過了 再來是一年生 那一樣也分成這個 無常心抽一般UR 有常心抽千卡PU加倍池 那無常心抽一般UR呢 一樣也是不可重置BOX喔 這個就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一年生的卡池呢 會一直持續到8月31號 所以想抽的各位看官請把握時間 再來是在限定打歌區呢 有新的歌曲推出啊 這個新歌的歌名叫做 Banzai Digital Trippers 那這首歌呢 從8月24號推出以後 一直持續到9月30號 各位看官記得去打一下 哪個愛心 再來是2022年 晚夏慶祝活動 第三代 那剛剛講到嘛 Muse有推出一系列的賽車女郎 水團有推出泳裝嘛 那在一二年生都推出之後 再來輪到的就是三年生 那三年生 先從Muse開始講喔 一樣也是分成 無常心抽一般UR 有常心抽千卡PU加倍池 然後無常心抽一般UR呢 一樣也是不可重置的BOX喔 那三年生的卡池呢 會持續到9月4號 想抽的各位看官包括我 請把握時間 然後水團也是同理喔 就是分成無常心抽一般UR 有常心抽千卡PU加倍池 持續到9月4號 那在限定打歌區呢 又推出一首新歌可以打啦 那他在8月31號推出之後呢 會一直持續到9月30號 這首歌的歌迷是 YUMEDO MI RAI GE MU GENDAI 各位看官在推出之後 記得去打一下 拿一下愛心 那再來這個消息喔 我一直很猶豫要不要講喔 不過我覺得還是講一下好了 說不定有看官在日本對不對 那這個是水團喔 為了慶祝他們是跟 不知道是 早晶的一個棒球場 還是體育館合作喔 那有一個慶祝活動啊 那就是各位看官 你可以在合作活動期間 那上面有寫喔 8月27號 9月3號 9月17號 這三天的早上9點到 5月12點的期間喔 你只要在這段時間 你在這個地方的話 也就是這個 不知道是體育館 還是棒球場 你只要在這個地方 打開SIF 然後點他的這個Banner 那你就可以拿到 這個特定的紀念品喔 那他是某個標題啦 就是這個慶祝活動 這個合作活動的標題喔 算是有紀念性質的一個東西啦 那如果各位看官 你真的剛好在日本的話 或許你可以去拿一下喔 再來是慶祝星團第二季動畫 開播慶祝活動第五彈 那首先是有登錄獎勵喔 只要在8月29號到9月4號 這段期間有登錄的話呢 你就可以拿到愛心肥料卡 還有重點是 星團的新成員的卡片 那再來是又有新歌在限定打歌區推出啦 在8月31號會推出 會一直持續到11月15號 歌名是Vitamin Summer 那各位看官記得去打一下 拿一下愛心 再來是一個官方的公告喔 那個官方就是說呢 為了慶祝這個全體玩家 就是他們有設一個活動嘛 就是玩家一同打歌 不知道是看分數還是打歌次數 反正就是大家的共同目標達到 所以呢他們將會發放99張 我們剛剛講到那個暑假慶祝活動呢 免費抽的抽卡券喔 已經發放到各位玩家的禮物箱裡面 所以各位看官記得去淋一下禮物箱 然後就抽爆 好的以上就是我們LLSF月刊 2022年8月號啦 那主要是我覺得是晚夏慶祝活動喔 推出的賽車女王跟這個水團是泳裝嘛 這個限定卡又要來收割一波玩家的愛心啦 那不知道各位看官有沒有興趣想要去抽啊 或者是那個有點類似泳池派對風格 那個6%的卡池 不知道各位看看有沒有興趣去抽 我覺得主要是那個6%的卡池就是 因為沒有底嘛 感覺會抽的比較辛苦喔 不過我覺得這段時間啊 各位看官的愛心 應該都是處於這個完全是被收割的狀態啊 那就希望各位看官這個抽卡運能夠好一點啊 就是想抽的都可以提早抽到啊 不至於發生到愛心都沒有 然後想抽什麼都抽不到的狀況啊 那重點是這個暑假慶祝活動呢 免費抽卡券一定要趕快抽掉好不好 你們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 感覺你們的抽卡券也已經快要不能抽啦 好啦 那我們這次的月刊差不多 先做到這邊啊 我們就下個月再見啦 白米